大家好,我是小安,欢迎您在百忙之中观看我的视频,每天为您分享健康养生知识。 感谢您一直以来对我的支持和鼓励。 脂肪肝算得上是当今一种时髦病。 由于其迅速升高的发病率,且不同年龄、性别、种族均可以发病。 脂肪肝已经超过病毒性肝炎,成为我国第一大肝脏疾病。 爱吃肉,常喝酒,葛优瘫这些看似放松的生活方式,实际上已经暗暗地把你推向脂肪肝,也在慢慢危害我们的身体,严重者还导致我们出现很多问题。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养生食疗方,只需每周喝两次,脂肪肝悄悄不见了,身体轻了,走路不累了。 首先我们准备一根山药,山药是一种常见的中药材,其具有多种功效。 在脂肪肝的治疗中也有一定的帮助作用。 具体如下,保护肝脏功能,山药富含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,尤其是维生素C和美元素。 能够有效地保护肝脏细胞,不受脂肪损伤和氧化应激的伤害,从而减轻脂肪肝的症状。 增强肝脏代谢能力,山药中的黏液蛋白和蛋白酶能够帮助肝脏消化和代谢多余的脂肪。 胆固醇等物质,增强肝脏的代谢能力,降低脂肪肝的风险。 促进肝脏修复,山药中的淀粉酶和胰蛋白酶具有一定的抗炎作用,能够减少炎症反应对肝脏的损伤,并促进肝脏组织的修复和再生。 调节血脂水平,山药中的膳食纤维能够帮助排除体内多余的胆固醇和脂肪,降低血脂水平,减轻脂肪肝的症状。 山药不仅是食物,也是药物。 山药具有滋养强健,助消化,收敛汗液,止泻的功效,主要用于治疗皮须,腹泻和肺须咳嗽。 这对身体有很大的好处。 酒精性脂肪肝的形成导致过量饮酒,导致肝脏脂肪代谢能力下降,形成更多脂肪。 多吃食物,帮助消化和减少脂肪,我们把山药去皮切成小段,切好后放入碗中备用。 再来准备三个鸡蛋,首先我们把鸡蛋用清水洗干净。 鸡蛋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,具有较高营养的食物之一,鸡蛋的营养丰富,老少皆宜,所以它也是家庭常备食物。 常听到鸡蛋减肥,一天一餐鸡蛋,改善脂肪肝的话,鸡蛋中含有的甲硫氨酸对肝脏有帮助,可以提高代谢,排出肝脏毒素,避免肝脏脂肪囤积。 况且,鸡蛋让胆固醇过高,对于中老年新陈代谢功能衰弱的人群来说,亦造成高胆固醇血症。 在高血脂,以及肥胖人的眼里,鸡蛋成了他们躲避的食物。 殊不知,鸡蛋的营养价值非常高,它其中含有多种氨基酸成分是最接近人体所需的氨基酸成分。 并且,人们之所以担心鸡蛋,是因为鸡蛋的蛋黄中含有大量的胆固醇。 可是,人们光顾着胆固醇的含量了,还要看看鸡蛋中含有的磷脂成分。 这种物质能够在肌体起到很好移走脂肪的作用,也就是降血脂的功效。 如果经常不吃,或者是肌体长期缺乏这种营养成分, 反而会增加脂肪肝的发生概率,或者是造成营养缺乏的现象。 所以,对于鸡蛋这种健康的食材,在每天的膳食当中添加一个,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 还能够更好地帮助我们预防脂肪肝的发生。 我们把鸡蛋打入碗中,搅散备用,再来准备一个胡萝卜。 胡萝卜不仅能解毒肝脏,还能彻底清洁肝脏,从而大大促进肝功能。 胡萝卜富含维生素A、维生素C、维生素D、维生素E、甲、铭、磷、生物素和各种其他必须营养素。 它们不仅有益于你的肝脏,也有益于你的全身。 胡萝卜中含有胡萝卜素,可以减少体内脂肪的比例,同时能达到滋补肝脏的效果。 其中含有的膳食纤维,还可以促进肠胃蠕动,减少毒素堆积。 胡萝卜中丰富的β、胡萝卜素,一种被身体转化为维生素A的天然化合物,对于维持肝脏健康至关重要。 β、胡萝卜素具有强大的抗氧化作用,可以帮助减少肝脏中有害自由基的积累。 我们把胡萝卜先切成片,再切成丝,切好后放入碗中备用,再来准备一把菠菜。 首先,菠菜具有降低血脂和胆固醇的作用。 这是因为菠菜中含有丰富的黄酮类、维生素C以及多种矿物质。 这些物质可以清除自由基,减少氧化反应,从而起到降低血脂和胆固醇的作用。 其次,菠菜可以帮助肝脏解毒。 肝脏是人体内最重要的解毒器官之一,而脂肪肝的发生就意味着肝脏失去了部分解毒能力。 而菠菜中的许多成分可以促进肝脏新陈代谢,加速肝脏中有害物质的代谢和排出。 再则,菠菜还可以促进肠道蠕动,增加排便量。 这样可以有效减轻脂肪肝患者的消化系统负担,预防肠道疾病的发生。 此外,菠菜还含有丰富的叶绿素和纤维素,有助于调节身体的酸碱平衡,保持身体健康,减缓脂肪肝的进程。 我们把菠菜洗干净,把根去除,再切成小段,切好后放入碗中备用,再来准备三个香菇。 放入碗中,加入清水,香菇是一种非常营养的食材,它对脂肪肝有以下几点好处。 降低血脂和血糖,香菇含有多种活性成分,如多分类物质和β、蒲聚糖等,具有降低胆固醇、甘油三脂和血糖的作用,对治疗脂肪肝及其相关代谢紊乱具有积极的作用。 消除体内自由基,香菇富含多分类物质,维生素C和E等抗氧化剂,可以抵抗自由基对细胞的损伤,起到保护肝脏的作用。 调节肠道菌群,香菇中的β、蒲聚糖可以提高肠道免疫力,抑制有害菌的生长,有利于维护肠道菌群平衡,这对于改善脂肪肝的症状也十分有益。 改善肝功能,香菇中含有丰富的核酸物质,可以促进肝脏细胞的再生和修复,保护和改善肝功能,与此同时还可以增强身体的免疫力。 我们把香菇洗干净,切成小丁,放入碗中备用,接下来把锅烧热,加入食用油,加入山药胡萝卜香菇,翻炒均匀,加入清水,制作视频不易。 朋友们,小安每天都在用心教大家做养生,如果您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,麻烦您动动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。 辛苦大家了,水开加入鸡蛋,搅拌均匀,再加入菠菜,加入适量盐,生抽,香油,简单调一下胃就可以。 接下来,我们就可以乘入碗中开吃了,一道美美的养生汤,我们就做好了,简单快捷,好喝又营养,每周喝两次,脂肪肝悄悄不见了,腿脚有劲了,走路不累了,精神也越来越好,身体越来越强壮,好了。 朋友们,家人们,今天视频分享就到这里了,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的支持和鼓励,祝大家每天开开心心,快快乐乐健健康康,平安幸福,我们明天再见,拜拜。